?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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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流駕花園根 今天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Alan 那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這個 龍蛇嵐 最近的話其實蠻多人在留言 就是可能有問到就是龍蛇嵐一些修根啊 然後怎麼拆牙等等之類的 那今天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 其实龙蛇兰的话我自己很喜欢 只是因为山上天气太冷 所以我种的真的比较少 那很多都是朋友送的 像这一棵 这一棵其实我种了大概可能两年多了 这一棵是岩龙 岩龙里面的白金 我觉得这一棵的状态我自己过得还蛮不错的 在山上可以有这种形态 我觉得还蛮满意的 所以这一棵我自己很喜欢 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龙蛇兰 龙蛇兰这个的话 其实它们原产地大部分是在北美洲 那最主要最主要跟景天克一样 品种分布比较广的 大部分还是在墨西哥 其实它们会比较属于在热带 雅热带的一个植物 这些的话我们在台湾的话 其实种植都比较简单 但还是有一些小小的梅杆要去注意 但是其实不会像景天一样这么的难搞 这么容易生病或者这么容易烂掉 那它有什么该注意呢 其实因为它其实主要是在生长在热带的地方 所以有些甚至可能是沙漠 所以它的筋是短的 叶子很肥厚 所以它们来讲的话 其实它们阳光很重要 它们需要比较充足的阳光 那再来的话就是它们的环境 可能像沙漠啊什么之类的 所以它的水分来讲的话 你也尽量不要到太多 但它不至于像景天哥这么容易的烂根 因为它的根其实是很硬 如果说你在脱本的话 等一下脱本大家可以看 它很多是木质化的根 所以其实它没有那么容易的烂根 但是一样是你在给水的话 其实很简单一个方式就是 你看到它表面干了就可以给 它的水分来讲的话 比较没有像景天这么需要去注意到 但是它有一个小小需要注意到的地方是 它是热带或者牙热带的植物 其实它不是很耐寒 所以其实像这些植物在山上的话 其实有时候状况来讲不会到这么好 不会像在平地这么好顾 然后形态这么漂亮 我们这边可能要花的时间会比较多一点点 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来示范一下 就是有一些脱盆 然后像这种是种很久 这一棵应该至少在这个盆内可能种了三年左右 然后一直都没有去修过根 所以其实它现在的形态不是漂亮 然后它这边刚好有一个小小的侧芽 我们等一下就刚好来拆芽给大家看 我自己对龙蛇懒的研究其实没有很深 只是我自己爱 但是我就简单的看网路上的一些资料 然后来跟大家来做个分享 那如果说有说错的话就请大家纠正我 好那我们先来清这一棵 其实我也不知道它是谁 不知道是不是雷神 雷神富伦还是什么 反正因为这个都是人家送我 然后我自己再繁殖起来 所以名字的话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可以视讯跟我讲一下 或者留言跟我讲 那像这种有一些就是根系爆了比较久 那种盆也坏掉 其实你可以直接这样把盆拆开 然后这样拿出来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根系 你看它这个已经种了很久了 其实像这样的话 它并不会再生长 因为它根系就已经弹绕了太久 然后有些根系可能老化了 所以我们会就把它清得比较干净一点 其实龙色然对土的要求来讲的话不会太高 所以但是记得记得你还是要可能偏向比较沙子 然后或者说有基质的东西 你可以放多一点点 就是可能像椰签啊 然后泥炭啊这些都可以放 那当然石头的话 其实跟我们多热的戒指来讲 可能差不了很少 都可以试看看 青碗的话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像这样子的根系 其实像这种比较木质化的根系的话 这个都是已经是比较太老太老的根系 那这种白色的根是新的根 所以这个对龙色来讲很重要 所以我们等一下如果说要修根的话 我们会先优先先修这种比较木质化 很硬的老根 然后跟它这里有一种有一些 你自己看到颜色比较褐色的那种 我们就把它修一下 那白根这个的话 因为它是新的根系 所以这个一定要留下来 不然其实龙色的根系 其实长得很慢 那我们就是 把这种老的根系 修一下 主要就是把一些 坏的 坏的 老的 那种把它修掉 这边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有一些很褐色的 这种根系都已经太老 其实都已经没有作用了 所以我们不会去把它留住 我刚刚不小心剪到一个白根了 都没差 那边还有留一个左根 其实你把它清到这样子就可以了 龙色染如果像这一颗的话 它并没有盘到 它的老根并没有很多 所以没有修太多 先把它修到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再来的话就是如果说像 这种的枯叶 其实龙色染的枯叶 比较没有像今天这么好拔 因为它会整个霸住 所以如果说像这种 你在拉 没有办法拉得很完整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剪刀去把它 剪一半 然后这样你要拉的话 就比较好拉一点 这一颗就比较简单 就清这样就可以了 再来这一颗的话 这边有一个小的侧牙 然后这个牌子 因为这个也种很久了 所以这边看不出来 我鞋子是什么 感觉可能是美国龙吧 其实我不太确定 因为这个也是 刘妈妈的朋友送我们的 所以这个我不太确定是什么 那这一盘因为它种很久了 所以非常非常的难把 那如果说像这种比较难把的话 其实你可以从边边 如果你在龙色染 你在用的时候比较注意一下 你可以从边边把它挤出一点空隙 然后再把它拉出来 稍微去把它松一下 然后你再把它整个拉出来 不过真的龙色染 你在清的时候要注意 因为你龙色染在清的话 它这个刺 其实你只要一刺到 非常非常的酸 但像这样的话 它是整个根系弹绕 像这样的话 其实你要清根 比较没有那么容易 那首先我们当然要先把这个 给用下来 这个的话其实就很棒 因为它这个 它已经有发出自己的根系了 跟等一下我们要拆的 王菲雷神百中斑不太一样 你看像这样子 它这样就是完整的一颗 像这样子的根系 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很健康的 这都是新的根系 也没有木质化 所以像这种根系的话 我们就会把它保留着 等一下种进去就可以了 那当然这边的话有一些枯叶 你可以把它清一下 保险一点的话 如果保险一点的话 就是你把它稍微再晾一下 稍微再晾个可能三天五天 或者一个礼拜 然后再入盆 其实这样会比较保险 因为以防我们刚刚在拆的时候 有一些根系被我们拉断 然后造成伤口 然后这一个的话 就比较我用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方式来清盆主 让大家来参考一下 那因为这一个这一盆它种了比较久 所以它这边根系 其实你可以看出 有一些是好的 有一些是坏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直接用镊子 去把它拨的话 你一定会把一些好的根系拉断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有点可惜 那我用的方式就是我们用洗根的 用洗的方式把戒指洗掉 这样子就可以让它的整个根系 比较完整的露出来 那你才可以比较好去决定说 你要留下的根系 因为如果说我们这样去拉的话 你多多少少一定会拉到一些好的根系 那因为龙生产它生长已经很慢了 那它已经发出这么好的根系 然后你又把它拉断的话 其实我觉得蛮可惜的 OK就是像这样子 这样就可以比较完整的看出它整个根系 像这样就是你把根系洗得很完整 就可以很清楚去看到说 这一个根系哪一个是好的 哪一个是坏的 就是简单的稍微把它理一理 那因为这边其实有一些根系 它实在太长了 所以我们还是做一些简单的修 一样就是像这种深核色的 去把它修掉 然后像这个有些太长 其实你这样入盆的话 入盆很容易会用根系去擀到 所以我们就是把它简短的修一下 其实跟景天的修根方式有点像 但是像龙生产它的根系就是比较 比较硬一点点 所以不会像景天科这么容易坏掉 这么容易烂的根 其实你就是仔细去看一下 可能有一些是腐烂的根系 那有一些是已经软掉了 那种根系就是把它修掉 那像这种白色的根系其实都是好根 只是说有些太长的话 你入盆的话它一定会折到 这样子可能会让它生长比较没有那么的顺利 或者让根系是辨直接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还是有去修一下根系 龙生产像这种叶子其实很难拔 像这样子 这一颗算好拔 那有一些超级难拔 所以如果说你像遇到这种状况的话 你可以就是把它拉下来 然后从中间这边剪开 剪开这样子你要去拉就可以拉得比较完整 当然你不去帮它清其实也没关系 但是就是会稍微去影响到一点点的美观 我们大概就是把它清到这样子 然后记得如果说你要入盆的话 你一定要再量多一点时间 因为你这边有去破坏到 有破坏到它的根系 所以你要去入盆的话 一定一定要再多量一点时间 然后再入盆 那再来的话就是 这个是王妃雷神白中斑 那这边有一颗井天 我们就先把它托盆起来 那王妃雷神的话 它这种基本上 据我所知只要冠上 名字上面有王妃这两个字的话 通常都是小型的 因为它不会到太大 那像刚刚我们看到的白金啊 然后还有那颗疑似是美国龙的那一颗 其实它们都是25大型种 这样子 其实我在龙色兰的戒指调配我都是满随便的 但是我看很多前辈它们会大部分都用全颗粒 所以其实戒指的话我再研究一下 等到我入盆的时候 我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这一个还是太难产了 所以我还是用洗的 洗的比较快 比较不会伤到太多的根系 其实这样的根系是蛮健康的 但是看起来就是还有很多新的 然后像这种根系的话 粉红色的都还是健康的 除了像这种褐色的 褐色的这种才比较 算比较老的 所以我们就是一样稍微修一下就好了 那这一颗我主要想要试试的话就是拆牙 王菲雷神的话 它其实很容易长侧牙 那我自己很喜欢单颗这种形态 这样子很漂亮 就可以把它养得很饱满 然后紧搬很漂亮 然后它也不会到太大的 所以你可以用一些比较漂亮的棚去种 那像这个拆牙就比较简单 这一颗的拆牙 其实我们就直接这样 它搬下来就可以了 像这样子 这样就可以带到一点根系 其实像这样的话 一样晾了几天就可以入盆了 这个就很简单 那有一些拆下来它是没有根系的 那可能发根的时候 我们要再另外去发根 这边的话有一块 其实我的王菲雷神 满场会出装饭 像这样子 你看它还是有带到一点根系 这个的话一样就晾了几天 再入盆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这个就很简单 这样就可以了 再来一样是 这个一样是王菲雷神 白中斑 就白中斑没有买很多 这些都是我侧牙长出来的 白中斑其实我觉得它的观赏价值还蛮不错的 当然有另外一个 黄中斑 黄中斑来讲的话 它生长速度就会比较慢一点点 然后价钱其实也比较贵 这个一样把它拿去洗了 因为太难清了 可以一样是修根 然后这边的话 一样是把这一颗芽给拆下来 这样有带到根系的话 其实就很简单去养护了 这边像这种叶子的话 就真的很建议你去拿剪刀 去先把它剪一半 然后再拉 这样可以拉得比较完整一点 好就这样 这样就很漂亮了 这边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我想要 其实我这一次拆牙的话 原本预计可能会有拆起来是没有根系的 但是这一次拆出来都有根系 所以 因为我想要跟大家示范一下 怎么去发根 所以我把这个根系给去掉 我想要做个实验 就是 把它这些根系去掉 把它用这样子 然后我想要示范一下 下个影片我再示范一下 就是 如果说像我们拆牙的话 是这种没有根系的农尺兰 我们该怎么去发根 之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怎么去发根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介绍 然后之后 我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入盆 然后再来就是介绍一下 怎么去发根 到时候再把影片给大家看 那其实龙蛇兰的话 我觉得在入门来讲的话 其实是很亲民的 就是当我们先剔开它的价格 它其实在照顾上面 其实 它不会像几年哥这么的难照顾 所以这个话其实蛮推荐给大家 但是 我觉得 大家如果说要去玩龙蛇兰的话 因为它便宜跟高价 其实差很多 上万块 数十万都有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一开始在入门的话 真的不要去太追求品种 不要一开始就去玩太贵 因为其实 如果这样死掉的话 其实你会比较有挫折 因为这样最近的话 不是在台南那边安平 不是有一个市集 那有一颗立可百被偷 那它的小苗的话就一万六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没有办法负担 那个金钱的话 真的不用一开始就去买那么贵 其实像王菲人的白中班 或者说雷神富人 这种几百块都有了 真的不需要去追求到什么 五千六千或者上万的 等到你真的有办法去掌握 每一颗植物的话 你再去挑战 我觉得都很OK 因为其实 玩植物就是这样嘛 我觉得就是你慢慢的把经验 先累积起来之后再去 再去挑你想要的品种 但是 我觉得入门的话 就先挑一些浦龙就好了 你先把经验练好之后 然后再去入手高架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那如果说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 然后订阅 然后分享给大家 那别忘了就是开启小铃铛 来接受我们影片的最新讯息 如果说你有很想要了解的话题的话 都欢迎留言给我们 像上次我自己一个贴文 然后下面有很多留言 其实我觉得大家问题都很棒 那我也会尽量把这些题目 给拍出来给大家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拜拜